你喜欢打弹弓吗 如果是人骨头做的呢 妈妈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诡异的故事 不听话的孩子左腿会被人卸下 做成一副弹弓 据传闻在很多年前 我们这里住着一个远近闻名的熊孩子 平常就喜欢拿着弹弓逞威风 打打鸟就算了 还欺负别人家的乖孩子 熊妈看见也不管叫反而夸赞 不加管儿子大敌整整呢 谁知没过多久就酿成大祸 那天一位名叫昆昆的清洁工 去接孙女翠花放学 熊孩子又作死的拿出她的弹弓丸 对准翠花就打了过来 没想到一发入魂打中了翠花的眼睛 翠花本能的捂住了眼睛哇哇大哭 这下可把昆昆急坏了 你这小儿怎么如此导弹 我孙女的眼睛都受伤了 快把你家的大人叫过来 谁知熊妈就在一旁 不仅不慢的说着 你叫哈萨呢 吓得我包给儿子你配得气吗 这时翠花倒在地上 昆昆才发现她眼睛流血了 你这个人简直不可疑 我先把我孙女送去医院再给你算账 昆昆带着孙女就想往医院跑 谁知熊妈听见昆昆 还要找她算账就开始撒泼 我认识啊 整个老头子不降临还要跟我算账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却没人帮忙打120 过了好一会昆昆才来到医院 医生有些惆怅 孩子的眼睛保不住了 如果早来一会就好了 翠花的父母得知女儿失去了眼睛 对着昆昆就是披头盖脸的责备 而昆昆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于是再次找上了熊妈 我孙女的事你不是要给一个说法 要不是你撒不无奈或许还有句 撒说法 你有证据是我儿子打赏了你孙女吗 那里有没检孔 你一个稍打结了还跟我打呼嚣脚 这个伯利秋给你配你孙女的眼睛吧 昆昆感受到了深深的愤怒以及耻辱 却又无可奈何 但是每当看见孙女受伤的眼睛昆昆 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终于她带熊孩子经常活动的心里逮住了她 当熊妈再次看见熊孩子的时候 她躺在家门前已经失去了一条左腿 同时墙上挂着一副弹箱